因為沒有辦法形容出它太多的東西 就是它真的太好吃 你不知道怎麼形容它 就是真的好吃 最後你就只會說它真的好好吃 就真的好吃 其實那是很有誠意的 大家好我是謝品俊阿Tila 我是小楊俊 我們現在呢人在桃園 然後呢我現在想吃鍋 那我們就去吃想吃鍋吧 Say這個 沒有Say 這個是我在網路上看到的 是一個小火鍋 然後重點是它非常痛風很多料 對小楊你一定沒痛風過吧 因為要吃海鮮對不對 吃海鮮 然後我吃海鮮我又喝啤酒 我痛痛慘 每天痛心 所以每次那個火鍋店 都會取一些什麼痛風鍋 那些都是在痛風的人的傷口上撒鹽吧 就痛風這樣經過 然後 這家店它主打的是CP值 就是它大概就可能一百多塊的價位 然後你可以這個火鍋裡面料很多 然後我是在網路上看到真的滿澎湃 所以才想說要來吃 然後呢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我有一個音樂頻道叫做ATII 就是裡面有放很多我自己做的音樂 所以如果大家對電影的歌曲有興趣的話 歡迎去ATII這個頻道 聽一下我的音樂 很棒 剛好我也有一個3C頻道叫做小楊子劇 有你剛剛有介紹 對之類的 OK好 check it out Darling can you feel it Oh so ignoring bliss All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Cause we don't wanna grow 好然後我們進來了 然後他說這樣有個活動就是 你加39塊肉量加倍 那肯定是要加啊 看一下它肉量加倍是什麼音樂狀狀 我先來拍一下菜單好了 你看這個速度 好然後呢 我是吃牛奶海鮮鍋 然後呢是160元 再加了39元199元 剛好是200塊 然後它是肉量加倍 它加的部分呢是用梅花豬 然後第一個進來最有感的應該是 它的裝潢很不像這種小火鍋店 鍋也相對比較有擺盤一點 所以在這裡用餐的環境 雖然說它算是平價火鍋 你可能用個便宜的話 可能140到200塊 如果不加點太多東西的話 可能140到200塊 你可以吃到一個鍋以外 你會覺得你在一個很不錯的地方用餐 很棒的餐廳感 這會讓我想到之前在台中的時候 曾經有吃過一個什麼鍋啊 我想不起來 好啦片身體幫我想喔 謝謝 好然後各位呢 剛剛大家有看到蜘蛛爸的部分 所以白飯你可以自己挖 但是我觀察到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他們的廁所超級乾淨超級香喔 剛剛去上廁所的時候真的是有被震驚到 一打開就散發出一個清香 就是完全沒有廁所味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棒的 其實它有一個火鍋會不會叫做廁所的 廁所的火鍋 順便講一下我點了這個160元的海鮮鍋 牛奶海鮮鍋 它本身是沒有肉的 我是加了39塊它才會出現肉 那加的肉的部分就是棉花豬 如果說你是直接點這個牛奶鍋 牛奶海鮮鍋它是沒有肉的喔 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來我先喝一下我的湯喔 我覺得以牛奶鍋來講 這個奶味是不夠的 就是有一點蔬菜味太重 就沒有那種濃郁的奶感 可是我覺得是因為沒有起司 等一下來喝一下小陽的湯 可是因為你還沒斷奶了嗎 因為我還沒斷奶 所以我對奶的要求是特別高 但是我現在要來喝一下小陽奶鍋 看一下沙啟絲差多少 然後湯的顏色就整個已經偏黃了 就是啟絲的顏色 你到底想怎樣 我覺得今天鏡頭要對著你 別用 我講不出什麼好話 要告訴你吧 畢竟廣告收益是你在收 總不能錢你在賺 然後錢是你在賺 沒有其實我拍影片根本沒賺錢 我沒有特別想聊這個 但是我的頻道收益 是連我的員工薪水都付不出來 那你要檢討 對我要檢討 對 你的湯整個是不同方向的味道 我覺得這樣相比起來 我這個牛奶的湯 它顯得有一點過於清淡 蔬菜水果味很重 然後呢 它裡面的魚呢 用的是鯛魚 我沒有特別喜歡鯛魚 但是鯛魚就是 因為我覺得鯛魚 就是一種很難入味的魚 我現在把一些小東西撈起來 等一下呢 逐一的試吃給大家看 Check it out 跟妳講 豬肉 這個是加的 39塊的梅花豬 好 欸好吃耶 它湯底是很OK的 而且我覺得它豬肉是好吃的豬肉 吃到現在我大概有一個感覺 就是我覺得 以它的料來講 好像不算特別CT級 就是頂尖的那種高 但是就是 我覺得如果配合上整個用餐環境 或者是也許是用料 用料也一定有差 好 對 然後白飯自己挖飲料 自己倒 還有冰淇淋 你還可以烤麵包 有各個全部加起來 它就是有CP值的東西 重點是真的好吃 然後我覺得 再加上這個用餐環境 真的很OK 但是我在網路上看到的應該是 可能就是單價比較高的鍋了啦 那那個海鮮很澎湃 那我們不一定要吃到那樣 因為我想說 吃比較平價的東西 感受一下它的CP值 豆皮 所以你有吃過有豬腥味的豬肉嗎 有 我正好今天就吃了一個 有豬腥味的豬排 在哪裡 也在桃園 剩下的不能講 好 標語 然後呢 它有一個長相很奇怪的干貝 還是包呢 它變成像罐頭的 吃吃看一下 罐頭的 這個罐頭的名稱叫做貴妃包 然後它裡面有冬粉 冬粉就是湯好吃 冬粉就好吃 真的擦了一片起司 我已經搶到 我不願意去搶 搶好搶 就不需要沾醬 我欸 對耶 它醬也是自助的 但我們都沒有去拿 好像吃完了 好 居然在放那個 黑眼痘痘的歌 我的冬粉就略顯無聊 因為湯沒有那麼夠味 不知道我會拿什麼 不知道它裡面 然後它這個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要用串的 不知道用串的跟直接放進火鍋裡面的差異在哪裡 你能夠說出一個原因嗎 而且我們兩個串的內容不一樣 不一樣啊 還有我是這個這個 裡面有綠綠的這個啊 然後我沒有花之丸 它可能不一樣 其實我已經差不多把它的料都吃得很乾淨 能夠讓我痛痛的東西 已經差不多吃完了 剩下一些蔬菜了 看到一個有趣的 這個這是什麼角 欸你看過這個東西嗎 綠綠的 不知道它裡面是包蝦子嗎 綠角嗎 可以找到它變成 欸白飯怎麼樣 白飯就看起來白白的啊 然後吃起來就拌飯的啊 它比較不是我喜歡的白飯啊 就是一粒一粒的白飯 欸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啊 你等一下去挖 它就是那個產下去的手感 就不太一樣啊 就水放比較少的飯 但是我其實覺得如果說是像 咖哩飯很適合用這種白飯 如果是軟的飯 你淋咖哩 它就會瞬間就是 整個變成一攤 對 那火鍋的話我就覺得好像還好 小美冰淇淋 巧克力的跟 我希望它是香草 但我不確定它是香草還是牛奶 真的 如果它是香草我會開心 香草 其實我根本分不出來 冰淇淋牛奶跟香草的差別 它很像 香草比較香 牛奶比較奶 那我們等一下呢 準備出去做個統節啦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 好我們吃完了 我覺得 我直接問你評分 我跟你講 那個牛奶起司鍋 四點九分 我覺得我那個海鮮鍋 我必須講啊 就是 我以為 我有點海鮮鍋 你會覺得越好吃的東西 你越沒有辦法形容出它太多的東西 就是它真的太好吃 你不知道怎麼形容它 就是真的好吃 最後你就只會說它真的好好吃 就真的好吃 其實那是很有誠意的 沒有但是應該是說 我們本來就不是什麼真正的美食評論家 我真的不是 你可能是 我不是 我就是一個愛吃好吃的東西的人 OK 我覺得我今天吃那個海鮮鍋 它其實裡面的用料 海鮮的部分真的不多 所以你不能說它很海鮮 它是有海鮮的成分 我的肉片也沒有特別多 可能就四片 所以我覺得我要給那個 牛奶海鮮鍋的分數大概是 3.5分 但是整體的用餐感受非常好 你那個我覺得真的4.5分以上 因為我今天點到好吃的東西 二來是因為我現在不是 出於飢餓狀態進來 所以它的量我覺得OK 那如果你真的太餓了 你就在家點 或是太有白飯吃到嗎 你就挖白飯 因為我們白飯就是淺藏 因為我們剛剛有吃別的東西 對 我們就是淺藏而已 所以好不好 這個評分 但是我覺得 如果說你是附近住戶的話 我就可以來嘗試看看 可以 我覺得是OK的 就是如果說這個東西在我們 我們開了一個小時的車來嘗試 對 就是 因為我們不一樣嘛 我們做節目 我們不一樣 如果我家附近有這樣子的店 我可能會常常拿它當午餐吃啊 其實這個店如果帶妹子來吃 我覺得還不錯 很省錢又有便宜 又便宜 有錢又有面子 而且又好吃 而且重點是那個店家的裝潢 又真的是OK的 欸 妹子聯絡我 帶你來吃 我會直接帶你去吃 對 我就是在跟你講話 今天影片就到那個角落 小陽俊 謝謝大家 我們帶我頻道 記得去訂閱我們 他的頻道有3C電腦 我的頻道 美食 貓咪 生活 該不會還有什麼音樂頻道吧 還有一個音樂頻道是ATII 那個是我的原創EDM歌曲 如果你喜歡電影風格的音樂 可以在我的頻道裡面聽到很多 那麼 感謝你CUE這個 今天就這樣 謝謝你們 我愛你們 掰掰 掰掰